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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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 明日商议分地 段贵 你有什么建议呢 楚沙 无论如何 一定要得到成高 成高贫瘠 不长状强 有什么用 一里之地 可以牵动千里 是因为地形之力 恕我之中 可以攻破三军 是因为出其不义 成高对韩人有大用 祖上 若能得到成高 必能得到正国 一百多年后 韩氏家族成为晋国豪强 韩爵的后裔韩虎与赵氏结盟 与另一豪强 魏氏一起瓜分了进国 三家之中 韩氏人口和土地最少 位置居天下之中四面受敌 为了拓展生存空间 韩氏几代人都在图谋南方的正国 公元前403年 周天子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 韩国 魏国和赵国正式单身 韩氏韩前 即日起风绝为侯 标榜礼仪和秩序的春秋时代结束了 武力征服弱肉强食成为通行法则 七个大国争雄的战国时代 就此开始 公元前375年 韩国终于灭亡了正国 一跃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上古时代 一个部族历经数百年 最终发展成国家 部族的秉性 逐渐内化为国民兵器 从今日起 新政就是韩国的都城 正人和韩人就是一家 从平阳到夷阳 从阳迪到新政 韩人的土地越来越宽广 韩人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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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祖的庇佑 瓦人才能带领韩氏子孙来到新政 先祖的大愿 瓦人不能忘 你们也不能忘 韩人都不能忘 忠义正直 开拓分禁 这是历国之初时的韩人 军上 灭政之意 相邦居功至尾 寡人该如何赏赐呢 君上 新政沦陷之时 相邦还在宅仰 灭政之意与相邦无关 言罪 还轮不到你 指搜老夫 你这个数子 韩伟 你竟敢羞辱我 老夫今天就羞辱你 韩伟 你们都是寡人的骨功 何必伤了和亲呢 收起来 收起来 盐罪和韩伟 都是韩国的重臣 没有人想到 二人之争 会引起一场 倾天动地的刺杀 盐遂找到了 土狗为生的聂政 为聂政之母过寿 以儿子的礼仇 为聂母举行葬礼 聂政之母 员 土狗为生的开心 知恩图报是韩人的性格 聂政决定报答岩岁 决定报答岩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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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哀侯被误杀 为了不让人认出身份 千连岩岁 聂政划破脸颊 自抠眼珠 毁容之后自杀 聂政的自杀之举 被韩人传颂 令天下震动 舍生取义 刚蒙正直 这是韩人的性格 也是韩国虽小 但可以继身战国七雄之一的根本